HELLO 大家好 今天我們又來到直播的現場啦 今天很特殊喔 是來看房子 然後我們又有個小朋友一起看房子 是不是 小朋友一起看房子 這不是小朋友家吧 今天是我們范鎮展 第一次看房子喔 對不對 看看 看什麼房子 要不要跟叔叔講一下 啊 比第一間也是第一次看房子 小爸爸抱著 今天看的房子是什麼房子呢 是在我們新竹市科學園區附近 這間房子剛好我們大概問過代書啊 還有仲介朋友 大概可以買到一千多萬 一千多到哪裡呢 不曉得來看看就知道 剛才我們看完之後發現 建坪很大喔 一層樓有三十坪 對 然後二樓呢 有三個房間 三樓有三個房間 對啦三個房間啦 三個房間 三樓也有三個房間啊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對然後四樓呢是神明廳 還有一個這個大陽台 大陽台 大陽台 然後出去就是走路大概出去 大概一百公尺就有萊爾夫啊 那我們 剛才算過 等一下我先講 剛才我們算過齁 總共的使用頻數超過 一百坪喔 一百坪的使用面積 所有的房間加起來有八間 你安靜啊 你不安靜我就不要揹你喔 我不要抱你喔 所有的使用頻數超過一百坪 這間房子它很特殊的地方在於 它銀行欠有貸款之外 外面還有還有欠二胎 各位 有二胎的狀況你們要怎麼處理呢 簡單的 簡單的秘訣 分享給你們喔 二胎不處理掉 這房子啊 很難 很難 很難欠 很難過戶 所以 如果遇到有銀行 再加上有二胎的話 一定要把屋主 問清楚 到底還欠多少錢 然後外面二胎還欠多少錢 這樣才有辦法釐清這個房子 真正的一個 一個要處理的模式 那今天 很高興喔 我們的范鎮長一起出來 看房子 跟大家揮揮手 說哈囉 哈囉 哈囉 你們好 哈囉你們好 啊 下次要不跟我們一起出來看房子啊 好嗎 好嗎 看房子好玩嗎 好玩 那如果這間房子如果可以賣到一千三百萬 市價一千三 我們待會會會試著 跟他用一千萬來出價 如果一千萬買到 可以賺多少 可以賺兩百喔 五十百啦 扣掉 扣掉仲介服務費還剩下多少 五十萬 五十萬 一百萬 一百萬 兩百萬 兩百萬 所以啊平常沒事就要出來看房子 你說對不對 對不對 平常沒事要不要出來看房子 好的 要不要啦 要 要喔好 那看房子做不動產是這個培養親子感情一個不錯的方法 那今天我們的直播就到這邊結束 直播 如果以後遇到房子有二胎 五主欠錢 那要怎麼樣解決啊 可以來詢問我們 我們有更多的顧問跟諮詢提供給你們 如果你們覺得 你嘴巴嗶嗶啊 如果 如果你們覺得 這個直播還不錯的話 請你按888 讓我們知道喔 謝謝 掰掰